川普就任总统刚刚满三年 新增工作700万 失业率维持在50年最低值3.5% 根据劳工部数据 任职前35个月 克林顿时期失业率为6.2% 欧巴马时期为9.3% 从达沃斯反程前 川普举行新闻发布会 并特邀世贸组织总干事 阿斯维多共同参与 川普表示将与世贸总干事一道 采取重大措施改革世贸组织 阿斯维多表示 世贸神员国已经认识到 该系统在多个领域运作不正常 确实需要改革 阿斯维多将在下周访问华盛顿 除了推动WTO改革外 川普当天也再次批评联准会 在2018年升息过快是个大错误 否则美国GDP增长率可达到4% 美国道琼指数可至1万点 新唐记者李兰综合报道